好来看到随意涂鸦当场被逮个正着 15号下午在高雄市新绝江商圈有名陈姓男子 拿出麦克比在商家墙面上随意的涂鸦留言 全程被店家老板给募集被当场逮个正着 涂鸦男子被商家负责人逮住之后还不断用手机录影 强调是对方先动手还抓着他不犯 涉犯强制罪 最后警方是掉入监视器找到涂鸦男子乱涂鸦的证据 将他带回正版 白衣男子紧紧抓住黄衣男子的包包 说什么就是不让人离开 你有看到吗 这个人把我的包包弄坏掉了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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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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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啦 帮忙啦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两人僵持不下 黄衣男子挣脱包包 想不到白衣男一把将包包扯下 然后揪住对方衣领 这里没有警卫吗 这里没有警卫吗 救命 见对方还是不放手 黄衣男开始大声哭喊 但白衣男全程保持冷静 还拨打了衣领叫警察 原来是黄衣男子乱涂鸦 当场被店家老板逮个正着 这里抓到一个涂鸦的现金办 可以打料给律师吗 黄衣男子15号下午2点 在店面墙上用麦克笔留下 小宫这个人的不明意义涂鸦 被身穿白衣的店家老板募集 一气之下冲出店外 直接在现场控制住涂鸦男子 两人在路边僵持 谁也不让谁 涂鸦男子将全程录影 直到警方到场状况才解除 事后两人都进到派出所 最终双方都没提出告诉 但随意涂鸦就是不对 得乖乖面对罚则付出代价 记者高雄综合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